花莲女中第26届美术班的毕业美展 即是起到4月19号 在花女学艺大楼展出 今年的必展主题是夜行动物 展出了包括水墨、西画、板画、小短片 还有立体造型等上百件的作品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学校 来欣赏这一届共19位学生的精彩创作 花莲女中第26届美术班毕业美展 以夜行动物为主题 即日起在学校的学艺大楼展出 这次毕业的19位同学 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视角 也怀抱着不同理想 酝酿出丰富的创作、生态 相互影响却各自独特 我这次毕业展想呈现的是 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是因为旁边的也是这样 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我想要把它带入在我的画里面 其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是无关联 可是其实跟我平日的一些假日的行程有关 觉得高中是一个不一样的崭新的环境 然后老师教导我们很多 技法那些就是有增进 而且不是用那种就是有点压迫的那种学习环境的方式去 强迫你要固定在一个格式里面之类的 然后画的也有那种自己更多的思想 就是高中思想会变得更丰富 就是也会对自己旁边的东西观察的更精神 就是更细微 这次立业展就是设计有关原民的生活 还有一些 就是还有自身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然后就是会议分享的状态 对 就分享给大家 比较偏大自然为题材吧 其实画画本来就有兴趣 然后就国中就磨练磨练 然后就是就对美术这块有兴趣就来美术班 那这三年的练习让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觉得就是持之以恒吧 就是在自己喜欢的诗上就是继续做下去 这次展览的作品题材相当多元 体现了美术班同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 来你中 我们试图要让学生知道你在画什么 也就是你在做什么 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学生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如何在绘画中寻找到自己 那我的方式就是说 你在绘画的过程中 你应该画你最熟悉的旁边的人 可能是父母亲 可能是你最亲爱的阿嬷 或者是刚才你访问的虎罪者同学来讲 那我就会常常强调说你本身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你就应该以你自己血统里面的身份 透过血统的身份去认同自己 要表达自己 所以他的表达上也下如其分的在很多同学中找到自己的想要表达的方式 那也许在技法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磨练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不着急 因为他们还有四年大学 华联女中校长詹满福表示 这次美展是美术班 同学三年来的成果结晶 每一张作品都代表着三年的心路历程 还有生活回忆 希望前来观赏的民众 可以带着愉快放松的心情 一起享受欣赏美术班孩子们的艺术作品 介入会幻视报道